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直星姐姐 今天直星姐姐要继续告诉你小飞马贝贝和草原马黑眼的故事 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说到小飞马贝贝飞离了蝴蝶谷 来到一片大草原上,发现这里有一大群没有长翅膀的陆地马 他爱上了这群马儿的首领黑眼 而草原马黑眼也爱上了小飞马贝贝 就在百花盛开的夏天,他们结婚了 渐渐的贝贝发现自己的身材怎么好像越来越臃肿 连要挥动翅膀,飞上天空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猜得出来贝贝怎么了吗? 一块进入我们今天的《你来评评》里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里 小飞马贝贝跟着他的丈夫黑眼 生活在大草原上 他总是使劲地张开翅膀 用力地向前奔跑 跑啊跑啊跑啊 当他快得几乎要飞起来的时候 贝贝惊讶地发现 他的身子越来越沉重 重得好像一片不会飞的叶子 只能在旋风中转个几圈 又重重地坠落在地上 翅膀和腿都纠缠在一块了 他很纳闷地大叫 我为什么飞不起来了 一匹灰色的老母马靠了过来 使劲地扶起小飞马贝贝 然后说 我说你啊 你可能快要生小马了 为了你自己 也为了小马儿的安全 你最好战时别再飞了 贝贝一听高兴极了 他要当妈妈了 多么不可思议 灰色的老母马接着说 慢着 先别兴奋 因为 接下来你得做出一个困难的决定 等你生下小马儿以后 冬天来临 你就必须要离开这片大草原 因为你是小飞马 你的身体低受不住 这片草原的冬天 你会冻死的 你必须飞回温暖的蝴蝶谷过冬 贝贝听了这话很难过 这不就意味着 他必须离开心爱的黑眼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蝴蝶谷的确既漂亮又温暖 但是 除了长翅膀的动物 谁也进不了蝴蝶谷 小飞马贝贝 喃喃自语地说 既然这样 等到小马生下来以后 我就带着它一起飞回神秘的蝴蝶谷 老母马叹了一口气 唉 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 黑眼是草原马 不能飞 而你却是有翅膀的小飞马 你们生下的小马儿 可能会飞 也可能不会飞 如果它能飞 那么它就必须和你一起离开 去蝴蝶谷 如果它不能飞 它就必须跟着黑眼 留在这片大草原上 从那之后 小飞马贝贝 再也不尝试飞翔了 它总是慢慢地散步 一心保护好肚子里的小马儿 终于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 大家都听见了 一阵阵又嫩细软的小马儿思叫声 黑眼和贝贝的孩子诞生了 隔天早晨 在闪耀的阳光下 小飞马贝贝仔细地端向她的孩子 发现小马儿的背上 长着一对很小很小的翅膀 当了妈妈的贝贝非常兴奋 立刻充满了希望和梦想 虽然小马儿背上的翅膀 真的很小很小 小得不成比例 贝贝仍然相信 小翅膀一定会长大的 一定会的 草原马黑眼和小飞马贝贝 换他们的孩子叫做宝贝 宝贝一天天地长大 它的爸妈却一天比一天担心 因为宝贝背上的翅膀 似乎一点都没有跟着长大 宝贝总是一蹦一跳的 追着其他的草原马丸 看起来它所有会的技能 都和爸爸黑眼一样 可为什么 它的背上长了一对 这么小的翅膀呢 天气越来越冷 贝贝贝知道它不能继续待在大草原了 灰色的老母马站出来说 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看宝贝到底能不能飞 贝贝在草原上小跑步一段 然后用力一点它的梯子立刻跃向空中 它展开翅膀迎着微风开始翱翔 凉风吹着贝贝脖子后的踪毛 它感觉舒服极了 可是这时底下却传来一阵惨叫声 原来是宝贝着急地哭了 它很努力地学着妈妈跑步 跳跃 张开它那小得不能再小的翅膀 但是一次又一次 宝贝跌个四脚朝天 怎么样都飞不起来 小飞马贝贝感到一阵哀伤 它明白 宝贝必须留下来和爸爸一起了 而它得独自飞回蝴蝶谷 贝贝流着眼泪安慰宝贝 要宝贝和其他的草原马待在一块 宝贝只是一个劲儿地越哭越大声 贝贝明白 时间拖得越久 它会越舍不得离开 于是它张开翅膀 用力一阵翅 飞向天空 着急的宝贝在草原上边哭边跑 妈咪不要走 妈咪不要走 小飞马贝贝已经飞得很高 很高 但是它仍然能够听见宝贝的呼唤 在离开大草原以前 它想要最后一次看一看它的宝贝 它转过头来 看见在白云和草原中间 有一只小鸟儿正拼命地拍动着小翅膀往上飞 贝贝仔细一看 那不是一只小鸟 而是它的宝贝 它拼命地挥动翅膀 努力地想要赶上妈妈 贝贝笑着哭了 草原上还有另外一匹马 高兴地流着眼泪 那是宝贝的爸爸黑眼 虽然舍不得 但是宝贝终于能够发挥它的潜能 去到真正属于它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你长得比较像爸爸还是妈妈呢? 你的里面包括了你的个性、才华、潜能 又是比较像爸爸还是妈妈呢? 知心姐姐告诉你一个秘密 天父上帝会透过我们的爸妈来祝福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同时拥有爸妈的长处 却也有能力可以胜过他们的短处 我们的身上一定有某些部分很像我们的爸妈 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整个人都交在天父上帝手中时 天父上帝能够开发出那些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 使我们活得更丰盛、更自由 知心姐姐祝福你 下一回爆米花我们空中再见了 拜拜 我是小小时间家 西海城市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铃鸽 赶紧学习或选择 铃鸽是我好跟机 不怕高风来清晰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边一边去努力 一边一边去努力